天秤就是喜歡公平 這種公平是來自於 他覺得大家都有好都有壞 今天你可能多佔點便宜 沒關係啊 因為可能上次或者是下次 我把它就是 就大家互相嘛 就有點彈性比較好 這種狀況下 大家看起來他現在也覺得是 我在追求公平 然後我在精算 事實上他覺得 因為我曾經被人覺得 難堪很不舒服 那我為什麼要讓別人感覺到難堪 這就是感覺一件事嘛 是 只要我多做一點點 那感覺對了 就大家其他什麼都好談 就不合作不合作 不怎麼樣不怎麼樣 那是後面的事 情面上不要讓人覺得難堪 我們請教一下白玉老師 哪些星座的人就是會這樣 那我們來參考一下 太陽上升和月亮 哪一些星座 或者他們是什麼樣的心態 會給別人留一條後路 好 第三名 雙魚座 雙魚座 Mandy上升就是雙魚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難怪會停車 是的 停車 同情包容 不喜歡有衝突 對 雙魚本來就是很容易去用情感面 去看人事物啦 如果看到他說他那麼遠來 就算可能自己一時看起來沒有那麼好看 朋友也來了 盛裝打扮 在那邊等很久 然後我好像繞一圈 不行不行 這樣子做人不太對 我還是回去好了 回去可以不答應 但是不出現好像怪怪的對不對 對 對 所以這時候其實我們看到了 給人留一個底線 或者給自己留一條後路的原因 是來自於有耐心 有時候我們判斷一件事情就是快準很好 像這件事情就很有效率 現在大家都講求效率 可是有效率狀況下 我真的能看到事情的本質嗎 如果像Mandy一樣有個耐心 我可能就找到了一個很好的歸宿 對 所以我們有時候看事情能不能看到本質 還是需要一點小耐心 可以跟雙語座學一下 我們來看第二名 天秤座 來讀林哥 太陽上升都是天秤 怎麼說 公平折衷 不願讓人難堪 通常天秤就是喜歡公平 這種公平是來自於他覺得 大家都有好都有壞 今天你可能多佔點便宜 沒關係啊 因為可能上次或者是下次 我把它就是 就大家互相嘛 就有點彈性比較好 這種狀況下 大家看起來他心裡覺得是我在追求公平 然後我在精算 事實上他覺得 因為我曾經被人覺得難堪很不舒服 那我為什麼要讓別人感覺到難堪 這就是感覺一件事嘛 是 只要我多做一點點 那感覺對了 就大家其他什麼都好談 就不合作不合作 不怎麼樣不怎麼樣 那是後面的事 情面上不要讓人覺得難堪 我覺得這種事很適合 現在我們比如說在工作 或者是感情上可以去跟天秤座學習的 在這種狀況下我態度誠懇 就是論事 因為今天可能是別人什麼事情讓我覺得不舒服 或怎麼樣 至少我態度上是願意 我們好來好去 我們是善意的 我覺得現在大家生活裡面多少壓力都蠻大 都很焦慮 如果都能看到對方心裡的善意 有時候我們真的是有時候不小心會說錯話 或者是不小心臉就是沒那麼好看 互相感覺到善意 人和人之間的感情就不會那麼複雜啦 活得輕鬆一點比較好 好 那我們來看第一名 巨蟹座 巨蟹座怎麼樣 等一下喔 楊哲的月亮是巨蟹 篤林哥月亮也是巨蟹 來 怎麼樣 善良多情 願意為別人想 這種完全就是同理心來的 因為巨蟹 這個 我還覺得我說 對啊 我也很喜歡抱蚊褲耶 你抱蚊褲在哪裡買的 真的喔 篤林哥喜歡嗎 對啊 我們體格差不多我送你一件 喔 很多件耶 對 這種就是同理心 我覺得別人喜歡怎麼樣 可能就好像想到我自己喜歡什麼東西 但別人可能不怎麼喜歡 或不太能認同 所以這種同理心不是 我不一定理解對方 或者我不一定知道對方怎麼想 但我反過來想想 我有些地方是別人不太能理解的 那為什麼不多一點空間和尊重呢 這是巨蟹座蠻厲害的地方 因為他們私底下是小劇場啦 或者是很容易煩惱啦 月亮巨蟹更容易這樣 表面上出去都關心別人 其實回到家自己才是最容易 最想要被關心的人 月亮巨蟹是這樣 所以他的這種同理心或同情心 都是來自於自己細膩的心 沒有被別人關注到 但他看到了 因為他曾經有過 這種狀況下 我覺得心越細膩 有時候大家互動的時候 能感覺到那種 我在你心上 或者我在你身上 多放一點點用心的這種感覺 其實人和人之間 我們多給別人留一條線 就是多給自己累積一點福報啦 所謂的 有時候人心換人心嘛 我們相處的時間不多 但是真心或者是真誠 可以讓我們多交一點朋友 多有一點善緣 祝福大家 謝謝 楊哲 難得帶老婆上節目 對 以前在節目裡面也聊到 就讓大家回憶一下 你當初怎麼認識老婆的 其實我是在福建地區 我受邀去福建地區演出 然後又讓人邀請去一個 叫做全民會 就是全州閩南協會 當顧問老師 當顧問老師 對 那個時候是剛辦 那個時候他們的協會成立的時候 他要必須有一些 可能歌手啊 一些詞曲的一些創作老師 共同來共襄盛舉 然後他就... 結果我叫進去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 跟事件有時候叫微信嘛 然後他們就拉我進一個微信群 結果微信群我就 就讓我叫一名 那我就... 有那三部的時候 我... 他們會... 一些訊息出來嘛 我就看到 好像有人在那裡聊天 把一個頭像似乎不錯這樣 有一個女生這樣 那個時候我就看到 你不知道他頭像的騙人 對 那人整個詐騙集團還沒出來 然後我就看到 我老婆的那個頭像 然後好多... 好多那個男生在跟他聊天 沒有 可能也是看他生日不錯 不是好多男生跟我聊天 是很多人加我 很多人加他的微信 對 但是我都是會去審核 後面就選了三個人 一個他 兩個他的朋友 我帶兩個朋友一起過去福建 所以說就是這樣審核 所以你也是看帥哥頭像 你才審核成功的嗎 沒有 我會看那個個人資料 我會看資料 所以他寫的資料裡面 沒有講說我目前還在負債嗎 其實那個時候 我剛來台灣 然後我有幾個姊妹 是嫁這邊的 她說 你怎麼敢嫁給她呢 我說怎麼了 她欠人家好多錢 沒有 你姐妹怎麼知道 她有看新聞 新聞都沒有說 想說你姐妹也被騙過 所以你們當初見面的時候 兩個月之後才正式見面 你們初次見面的時候 楊哲你差點被放昏教 那時候我跟她聊 差不多兩個月的微信 然後就剛好有一次 要去廈門的童安演出 就是有一個演唱會 然後我就跟她說 我可能幾月幾號要過去 不然我們趁這個時間 剛才來敬一個面子這樣 到後來我就穿得很隆重 我自認很隆重 我就穿豹紋的那個褲子 穿誰裝 然後那個又是馬靴這樣子 但是那時候剛才芒果期 剛才結束不到 大概在七月左右 其實是很小的 其實那個視頻裡面看是很白 可是看到她本身的時候 怎麼又那麼 又黑又塗 因為那時候我有 又黑又塗 因為當時我們的芒果 大概都會忙到七月左右 我剛好不可以刷 我也安排剛好 演唱會也剛好 差不多七月 我就跟她說 我過的時候 我的穿很隆重 你會看到冠冠 熱熱了 但是稍微拍了 稍微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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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當時其實是滿黑的 然後我就出關的時候 到我兩個朋友這位 我們三個就走 所以在門口那裡等 他車子繞來前面的時候 沒有停 就可以走 其實我不知道 沒有 我是有停下來 看了一下 然後我當時看了 看完以後就是覺得 這個為什麼 給我視頻看得不一樣呢 歌星不是很陽氣嗎 他為什麼要這麼土 然後我在那邊憂鬱很久 我想說 算了 我還是開車回家好了 要幫我幫我們教了 對 然後我開到那個 就是要上交流道的時候 我又回來了 回家想說 這樣不對 連這裡朋友都來了 那這樣子的話 也要給人家面子 那不成的話 以後再說 結果我就 就開車繞回去 把他載回來這樣子 哦 好知道我們兩個朋友 一直遞不遞 那個兩個朋友沒有來的話 他就走了 嗯 這就叫做 你們情老一山 你後面好想看 今晚 你有空來開放嗎 挑加巴大神馬將手遊 即刻下載